好另外在带您看到花蓮市一名男子8号晚间 骑乘单车前往中山路买晚餐 但是没想到这短短的15分钟 他的单车就从7楼凭空消失了 那么警方在获报之后呢 立即调阅监视器 开始巡线找人发现 窃贼竟然市民通气惯犯 那么当场遭警方逮捕移送归案 花蓮市一名22岁的陈姓男子 8号晚间骑乘单车前往中山路买晚餐 但没想到这短短15分钟 在他买完东西准备回家时 才发现他的单车已经从7楼凭空消失 而警方在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 开始巡线找人 出来你躲在旁边干嘛 我们警察 你干嘛偷脚车 我偷啊 你最好是有监视器的 你从路边牵的不是吗 警方一路从中山路追查到国府地区 发现窃贼竟然是命同气惯犯 当场人赃据获 将人逮捕 移送归案 这个锁是他的吗 都是他的 他篮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警方获报后 立即启动鹰眼小组 并迅速锁定推定犯嫌 于9日清晨20曲 在辖内郊区发现遭窃车辆后 赴于周遭弃乘性犯嫌到案 而警方也呼吁民众 在骑单车出门停放时 务必上锁 别让窃贼有机可乘 才能有效全面防堵 且暗发声 记者徐立琴 话电视报导